第1933集 咻的一声 浑身都是红毛的生灵一抬手 地上的纹络全都复活 像是有了生命 见明睁睁 成千上万道剑气 展开高天上的厚重千云 贯穿进宇宙中 毫无疑问 这个地方成为了沙场 叶凡自然遭受了极大的威胁 他立身在这里成为了攻击的目标 叶凡并没有顿走 从容而镇定 他也懂得元术 更为重要的是 他是一个强大的修士 两相结合 在此地战力将倍增 一个黄金钛极出现 将他笼罩在当中 在其周围一缕缕 先天道温蔓延而出 像是一道道金色的闪电般游动 以元术对抗 以道则守护 以无上神行征伐 叶凡自身化为了黄金太极的龙行曲线 这是他自创伦海经文要义的展现 元术冲击 地上各种纹络纠缠 激烈对抗在一起 而他自己则催动黄金太极碾压向前 直冲那位神秘男子而去 你究竟是什么人 叶凡问道 此人也许是元天师 也许是星空中的存在 必是一代元术高手 古城中央 地上到处都是元天纹落 密密麻麻 闪烁诡异的光 一缕缕血水沿着这些纹理流淌 看起来触目惊心 他冷悠悠的答道 轮回尽头 招魂使 血红色的毛子像是两盏摩登 透射出让人心计的赤光 叶凡贺问 不要给我讲地府 也不要和我说轮回 我问你前世是何人 是否出自藏地星 怎么流落到了此地 元天师一脉与地府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不用想都知道 护送阴兵过境 能有谁代替于做到 诡异而神秘 前世一望 轮回尽头 一切成空 都将落幕 我来接引你归尾 浑身生有红色毛发的高大躯体 像是万载溢出的厉鬼般 猙獰而可步 每一寸肌肤 包括脸上都生有长达半尺的赤毛 简单的对话 两者剧烈碰撞了千百次 这是元术的对抗 这个人的手法惯绝天下 对这种古术的掌握还在叶凡之上 这是一位元天师早已走出了自己的路 超脱了古书上所记载的元术范畴 白痴干头更进一步 轰隆一声 在其掌指间 六层闲光射出 借助天地山河日月星辰 举万物之力镇压叶凡 这是尽先六风 叶凡心惊 快速躲避 峨谷前金色的神殿一闪 从眉心飞出成千上百道通天剑气 劈杀那六重剑光 想要将之击溃 强强的 正耳欲聋的声响传来 这天地万物像是一起压了过来 形成了一股浩瀚莫测的力量 共同镇压叶凡 云星抖动 同一时间日月星河齐显 成千上万条银铺从天上垂落 白茫茫一片 这是尽先六风召唤来的星域胜利 这是一种不可阻挡的狂暴功法 将叶凡淹没 要阵风在当中 堪称绝世神术 尽先六风 在原天书中有记载 是存在于理论上的古术 并没有成功开创出 叶凡目前能施展到尽先五风景 即便是原天书也不能进阶施展 需要更上一层楼 而这个人却全部施展出了 并且是极尽蜕变 叶凡怀疑 其实已经是尽先七风 早已超越了理论上的六风古术 尤其名字就可以看出 这种倒数的强大达到极尽 可以阵风神仙 虽有夸大之说 但却也足以表明它的可怕 一道道星河垂落 磅礴浩瀚 化成了六层小世界 一层接一层的阵风下来 哄的一声 叶凡眉心前金色闪电四射 通天剑气无比璀璨 这是在模拟玄黄道剑 连续披展 让天地都碎裂了 这本是一种禁忌神术 当年叶凡与远古一战时观摩 反复演化所得 可惜有缺 未能真至圆满境 正正的 通天剑气冲销 即便斩破一层小世界 还有下一层 重重叠叠 共为六层 甚至第七层 都已经显化出了影迹 始终无法杀破 叶凡不得不惊叹 圆树一道 无止境 借助天地 星河大士 可演化自己的道法 至这一步 称得上惊艳 这是一门可 傲视古今的道筒 兴灰亿万缕 银白一片 无孔不入 倾泻而下 构建六层小世界 对叶凡进行阵锋 在那里形成一个 洁白的大茧 将它包裹在了里面 散发出一缕缕盛气 六层小世界重叠 化为牢狱 叶凡沉着影展 在即将被封住的刹那 各种秘书几乎在同一时间失处 背后出现黄金神藏 双手挥动六道轮回拳 且双眼中充起原词鲜光 几种最强大的古术阶线 即便强大如进仙六风 也不能阻挡 叶凡撕开银色的大茧 快速向着红毛生灵杀去 他想要一剑封猴 快速将其拿下 逼问其各种秘心 然而 红毛怪物真的非常强大 长指尖神术不绝 可以呼风唤雨摘星卓月 他撕开空间 将叶凡打向一片星空中 真正的改天换地大发 他在这一瞬间贯通了狱外 使这颗陨星 与另一片灿烂的星空相连 想将叶凡打进去 拉开足够远的距离 诸多圣人都不能做到这一步 原天神术极尽升华 蜕变到另一种更高境界后 却可做到 山川日月大使皆掌控在手 借乾坤万物为己用 咻的一声 叶凡脚下道文浮现 一个又一个脚印出现在虚空中 烙印成了道徒 这是行字诀 施展到绝颠的体现 他没有被星空吞掉 跨越天前 冲向恐怖的红毛生灵 叶凡急速逼紧 掌口一声轻笑 一缕缕声波化成了 道则向前震杀 真要被打中 圣人王都不见得能扛住 然而 红毛生物实力强绝 脚下各种纹络交织 刹那间斗转星移 山河失色 明明站在那里 却像是一下子 拉开了千万里 古城中央这片广场 刻满了原天纹络 若是一种极尽法阵 以叶凡的绝世攻击力 都没有能攻进去 被拉开了距离 唯一庆幸的是 他懂得原属 并没有在这里迷失 一步一幻灭 向李成沙不断的接近 当然 叶凡不可能有红毛生灵殉疾 此地有多天地造化之妙 经过绝代原属高手 多年布置而成 他有时会停下来 思寸破解之法 甚至 他几次遇到了杀神大祸 原属古镇复苏 这个地方可以绝杀不是高手 这是叶凡走上星空古路 遇到的一场恶战 久攻不下 很是艰难 换作任何一个 不了解原属的人 早已陨落 叶凡相信 几位圣王联手 都不能破开这片古镇 这绝对是原属的心血结晶 在经历了数次恶难后 他越发的谨慎了 忽然 红毛生物口中喃喃 血红色的毛子闪烁 妖胁而诡异 这天地间的法则与道文更加密集 尤其是域外传来浩大的波动 叶凡抬头 心中顿时一跳 这也太强大了 那是一群运星 浩大无边 一起飞来 犹如天我飞先 这是何等浩大的力量 绝对可以毁掉 他们所在的这块星辰碎片 无论是古城还是冥土 都将会被撞成飞灰 叶凡相信自己的实力 可以打碎一颗颗允星 但这片允星绝对不同 他们排列成了奇异的图案 请不吝点赞订阅